然後跳出來一個input part之後的話 就輸入之後會把這個變數值 比如它輸入中校東 那我家中校東路 住家中校東路的人全部都把它列出來 並且幫我copy到哪裡 copy到這個SHIT2的工作表裡面 好,那再來的話這個變數 如何把它放到哪裡呢 放到這個地址裡面 其實後面的話必須要空一格 加上一個quail 因為在SHIT2語法裡面 select所有from地址 後面如果你要有個篩選條件的話 它的 這個這個 它的語法就是叫會 會有後面的話呢 就加一個會有欄位的名稱 會有哪一個欄位的名稱呢 就是地址 這個地址指的是欄位 就是地址那一欄 那地址那一欄 裡面的資料 特別注意 這個資料 如果是文字的話 你要用那個 就是關鍵字查詢的話 比對的運算只是like like l-i-k-e like什麼呢 like 這邊如果是我今天是一個 中校東路 特別注意呢 空一格之後的話 那這邊的請加上呢 因為 中校東 我給我打個中校東 那 如果是字串以前是用雙引號 可是雙引號被用掉了 所以怎麼辦呢 用單引號取代 所以以後 在sico語法裡面 其實單引號 夾住的 指的裡面是個字串 那也就是說 比如說我今天 like什麼 like 中校東 中校東 後面不管是什麼 一個外用資源的話 特別注意 就是加到你的百分比符號 這個百分比符號就是指的是 不管 什麼什麼 中校東 中校東